我们说有时候这个版型实在不够多 我很想自己创造一些版型 可不可以 真的是可以的 好来我们来开一个新的 自己来自己做 自己做一个样板感觉 然后可以套我想要的照片都可以 好来这边 我一样回到首页 我重新开一个新的自定尺寸 然后1920x1080建立新设计 好现在一个空白画面出来了 那我想加一个底 我想加一个底 当背景图片 当背景你可以用材质 固定材质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然后木头材质好了 那我们到元素去找 元素找材质 木头材质 木头 然后这里是不是就有那种材质的 那我们可以去找 我们查看全部好了 像这种就有材质的 我们就可以拿这种材质来 然后放大 我们把它贴合整张画面 不够怎么办 我们就拉大一点超出 超出它自己自然材质 这是不是就一个背景材质了 可是这个纹路太清晰了 我不想要那么清晰 没关系 你点一下这个画面 按编辑 然后这里可以什么 这里滤镜的 再往下 效果可以模糊化 然后模糊化 我想整张照片做模糊 这里有一个叫brush brush就是 比刷 是我刷过的地方才变模糊 其他变 其他是清晰的 但是我想整张变模糊 好 那我就整张照片 然后把模糊强度拉高 是不是就有一点 微微的一个淡淡的背景 如果你觉得这样子OK 可以 那你就这样子弄 那另外还有 背景也不一定是要弄 一个固定材质 你也可以是拿照片 然后比如说这只猫 我想当背景 但是背景一样 我把它先拉到全一幕 好不够呢 怎么办 拉到最大 没关系 好 这样子当背景 会抢了前景的风采 所以一样 我就按编辑 然后一样 我可以找模糊化 然后整张照片 强度拉大 你看 这样也可以当一个背景 可以吗 好我准备好一个背景之后 接下来我可以在上面 搭建一间素材了 好 比如说呢 像比如说我要写个文字 那当然就是文字 然后新增文字方块 我就可以加上去 放大一点 好 比如说 这边我就可以写 假设我要写中文字 可爱的猫咪 好 然后讲过 中文字的字体 这边是很多的 你这边点击 可以选字形 然后字形呢 我说字形你可以搜寻书法 就有书法的字体很多了 书法 当然不一定要书法 那像这边就有很多字体 你们往下看 都有 其实都可以试试看 那英文的字体 当然是比较多了 然后这边书法的 看来比如说手书 套一下你看这字就变这个 或者是什么堪停流 堪流体 他是堪流体 应该通常叫堪停流 好 没关系 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套 自己喜欢的字 然后去套颜色 你看就可以有不同的效果了 可以吗 然后呢 来 当然这个 文字 我说不一定只是单纯的文字 你还是可以有动画的 我先拿这个把搬上去一点 可以有动画 或者是效果 效果的话 你可以加个黑框 等一下这个黑框 好像没有黑框啊 是因为你的框 这边用灰色的 你可以选一个黑色的 你有没有看到 字秀很清楚了 都可以自己设 那当然我说你也可以设动画 这个猫咪也可以设动画 这里你看 哦 是这样子出来的 那当然预设也是 一产生动画就是5秒钟 可以吗 好 接下来我说 我想要套一些东西进去 那我可以去找元素 比如说 那个白底 白色背景 等一下 没有选到 白色背景 好 那你就找一个白色背景吧 就是 我想 因为我想要制作那个 那个刚才那个照相 照相的外面有一个白框的感觉 可以吗 好 那比如说 我就 不用我可以不用选纯白 可是这个不好看 来查看全部 有没有哪一个 这个好了 好 然后呢 这里是可以调大小的 好 那当然这边 你各位在调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边有宽高的值 那你觉得如果你想要设的比较固定的 我们可以自己去先找到比较整数好不好 好 那我这样宽是700好了 有时候不好调 好 好 没关系 我就大致好了 假设我的照片这样子好了 这是我的底 OK 好 然后 我这边照片 我可以拿我上传的照片 这边 拿过来 好 OK 我可以直接套进来 或者是这样子 我想要调我适当的大小 好 我再看一下调整好 好 那我当然可以点下去 点两下进去 调到好的位置 然后把它慢慢放上去 咦 怎么被盖到了 那就是位置的问题 位置 然后涂层 好 猫咪要放到白色的框的上面 自然就出来了 好 这个 这时候我再把它往下调一点 好像太大了一点 我再把它缩小一点 缩小一点 缩小一点 上面留 下面留 是不是 这个样子就有点像 刚才不是 不是有那个样板是长这样 那个像 有一个相片 我可以再把这两个一起选起来 好 两个一起选 按着Shift 两个就可以选起来 然后就旋转 然后稍微再拉下 诶 是不是就做得跟刚才那样板上有很像了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 我又再把两个再选起来 Ctrl C Ctrl V 过来 好 做个旋转 好 假设再推上面一点 好 然后再来 Ctrl V再贴一次 再过来 好 然后 那个什么 也做旋转 或者是 这个最后贴的我放中间好了 然后 刚才前面贴的 我把它 拉过来 诶 没有 没有选到 重来一次 诶 要选到 好 拉过来 好 这个做个旋转一下 好 往上推一点 好 把这个 重新我再调整一下 旋转一点 往下 好 这时候换照片啊 这个 拖过来 这个 拖过来 开始做动画 我可以 这两个都选起来 动画 然后 假设 来 把这个连续放大 好不好 然后 接下来 换套这一个好了 好 一样 连续放大 好 再来换这个 选起来 连续放大 好 这时候我就可以播放了 你看我的样板就出来了 是不是 是不是感觉跟那个 人家做好的样板 是不是感觉非常有相同的感觉了 你看我自己做的 了解吧 好 所以 这边我再快速讲一下 说呢 我用新增页面来做 来 本来是一个干净的 我如何做一个看起来 很像它的样板里面 因为有时候真的样板 你搜寻老半天 没有 不然就是皇冠要钱 我可以仿制啊 好 所以呢 我先放一个材质在底下 好 材质 我可以自己去 这个元素里面去搜寻 比如说是木头材质 或者是随便 那个树叶 看看有没有树叶类的 树叶 类的材质 其实有很多啊 好 那当然你可以随便放很多元素上来啊 我说你可以想办法放一大堆元素 我先随便放吧 哦 我用到VIP了 哪一个 没有啊 这个没有VIP啊 没有没有没有 好 不会 然后 所以呢 那个什么 我就把其他几个 那当然这些元素抓进来还可以做旋转啊 好 然后也可以放大缩小了 好 好 比如说我现在就简单的做几个这个 好 啊 这个我就想当背景 好 那也可以啦 你就把它整个选取起来 然后呢 那个什么 我们来做这个 哎 他 可是他单纯的来编辑看看 现在这里没有选了好几个 还没有 那我们就在这里编辑 可是 可能单纯的 我看一下 一张的 那个 我们只能选一张去做编辑 先把它模糊 来 模糊化 好 然后 拉墙 可以吗 好 然后 来 之后 因为它是一个个元素 然后我们这边也是一样 编辑 好 把它模糊 画 可以吗 好 然后上面也是一样 编辑 模糊化 强一点 好 那这样子 可是这个材质不太好 有点被 这旁边是 叶子有点被切到的感觉 其实不是那么好 好 各位自己去选 然后 你只要稍微淡化模糊 就可以当一个背景 好 你任何一张照片 任何一个元素 都可以自己 那我说 要是我 我会觉得说 比如说这个木头材质的 还不错 或者纸张材质的 纸张纹理 纸张纹理 也有很多 这种纹理 像比如说 这个纹理好了 拉过来 我放大 只是这个纹理太清晰了 当背景 容易会抢了主体的风采 所以我就按编辑 把它模糊 然后整张照片 强度拉强一点点 你看 有一点纹路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 我说呢 我一样 甚至我可以继续用这个纹路 过来 然后我要当相框的 那个背景 可以吗 当然这个相框 我说这个相框 跟后面的材质太像了 会被吃掉 那没关系 我可以让这个相框 我多个效果 可是看起来 这个图案没有效果 我看一下编辑有没有效果 可以加阴影的 都可以 然后有阴影 我可以加个阴影 那你看 这个相框 我点外面 这个阴影不够 再一次 那个什么 编辑里面 然后 这个阴影效果 然后这个效果 我看起来 那种光阴好了 这光阴怎么会变成 有点怪怪的 还是我已经 因为我已经套用一个 重来一次 光阴 这个光阴 怎么 在这里 好奇怪 阴影 阴影好像也用的不是很好 那当然阴影 这边可以再调角度大一点 他这个让这个版型弄了 反正 各位自己斟酌了 就是 那个 因为我要当相框 我先把背景删掉好了 然后 接下来 我把我一张照片 拿过去 我先不要套进去 我先调大概的大小 放上去 就已经有点像 我们刚才的 有很多人的一张照片的感觉 然后两张可以选起来 做旋转 有没有 所以各位可以自己尝试去编辑 然后再设上动画 又是你自己的一个版型了 可以吗 所以后面 刚才我们在 当你拿来分享之后 请你 请各位 接下来把后面的音乐 可不可以就是把你 可能 你去 比如说 假设最近 有那个 失灵官邸 有花展 你拍了很多的 很漂亮的花 你想把它做成一个影片 或者你们自己 你们有家人 朋友 好朋友 一起出去旅游的 有拍了一些照片 请你可以做这个东西 做好之后 你分享给你的友人 哦 那整个这样 再有搭配音乐 他会觉得你这一趟旅游 有你这一个 回忆的这个 呃 那个相片 相片以及 他会觉得 你的这个 这个行程会变得很棒 可以吗 好不好